Hello 大家好 我是Julie 孫兴兒 在我手上是永生花 亦可以說是長壽花 為何會有這個名字呢? 它是將新鮮玫瑰花的青春美麗留住 亦不會成為乾花後變色 其實人也是 好想將自己的青春美麗留住 其實也不是沒辦法 但這些都是因人而異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種健康長壽咖啡 這種咖啡非常好喝 我自己喝過 所以想介紹給大家 其實最初我看起來是平平無奇 沖起來和普通咖啡一樣 可能味道比較好一點 但當我喝完那杯咖啡之後 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令我改了觀 還有我很想跟大家介紹 這杯咖啡沖的時候很簡單 你只是用大概80至85度的水 喜歡吃咖啡就這樣喝 不喜歡可以加糖和加奶 我記得我第一次喝完之後 有一種能量在身體裡散發出來 而這種能量很特別 它可以令我腦筋很清醒 創意和活力都回來了 譬如普通咖啡喝了都會很精神 但普通咖啡的時候 你可能人很精神 但你的頭腦都可能很混亂 好像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好像有少少行屍走肉 但我喝了咖啡 我覺得它可以激活了我的思維 我們做創作的人 加上要說話 其實思維反應是很重要的 它能夠令到我 突然反應很快 人又精神了很多 很多新的橋段新的創意 或者跟別人做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的回應真的很好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咖啡 而且它也有NMN成分 能夠有疫靈和長壽的效果 但這個效果當然因人而異 所以我很喜歡 而且這個咖啡從美國過來 有七種驗證 這七種驗證也很安全 大家要放心飲用 如果想知道多少資料 你可以跟我聯繫 我保證買到真品證貨 是由廠裡寄出來的 不用擔心花錢 是買到一些不穩陣 或者是假貨 記得有興趣跟我聯繫